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娃拉艺术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讲一讲 美国著名的波波艺术家 安迪沃侯的故事 安迪沃侯呢是在1928年的时候 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工薪家庭 他与家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跟妈妈的关系 他妈妈呢也看到儿子的天分 鼓励他的画画创作 然后呢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给他买了像摄影机啊 投稳仪啊这样的设备去支持他 在之后安迪沃侯的回顾展当中呢 也有展出过他与妈妈 共同创作的一些作品 1949年他毕业之后呢 就以商业插画家的身份呢 进行了工作 他帮一些知名的百货公司啊 时尚品牌啊 都有设计过橱窗 这样的一些作品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些作品 在早期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点自己的风格呈现出来的 那提提安迪沃侯呢 其实我们首先就能想到的是波浦艺术 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 波浦艺术是什么 在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讲一讲 其实波浦艺术呢 就是一种商业艺术的表现方式 他将一些快线连锁店呀 还有一些包装啊 大量的复制 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 他呢其实萌发于英国 然后50年代的时候呢 鼎盛于美国 在纽约啊 慢慢的开始发展的蓬勃起来 然后6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 你将Andy Warhol这样的一批艺术家呢 把他推波助拦到了一个艺术的高潮 那波浦艺术呢 其实他取代了抽象表现主义 那个时期的一种艺术形式方式 然后让大众呢 能够快速的去接受这样的一种商业艺术模式 同时呢 波浦艺术是反对达达主义的 这种虚无主义的一种艺术 他们推崇呢 是将艺术与生活紧密的联系起来 上个世纪60年代呢 可以称之为 欧美各国之间的一个工业黄金时期 那那个时候呢 战争刚刚过去 工业时代快速的发展 人们的消费水平啊 还有精神审美啊 也逐渐的进行到另一个过渡的时期 那大家都想要一种能够更直接 更明显能够去表达艺术的一种方式 而不是传统的那种高高山上啊 很精致的那种艺术方式 而这个时候波浦艺术的出现呢 也刚刚符合了这个时代的一种需求 波浦艺术兴起的初期呢 安迪沃侯觉得自己被同辈的艺术家给甩在了身后 他们发展的都很好 尤其是他的一个朋友James呢 他创作了一个七起汽水瓶的系列 引起了艺术界的一点点关注 然后安迪沃侯就在思考 那什么东西会比七起汽水瓶这种 而日常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的 更让人有所共鸣 更大众化呢 随后呢他就去了超市 然后看到了自己平时有在吃 然后囤育家中的金饱汤罐头 那这一灵感呢 也为他接下来的展览做了铺垫 1962年的时候呢 他在美国洛杉矶做了第一个展览 就是金饱汤罐头系列的展览 那整个展览呢 有32幅金饱汤罐头的 私网印刷作品 那当时呢 每一幅作品只要100美金 现在想想都很心动的价格啊 现场呢出售了6幅作品 但是呢 画廊主人不忍心去把 整个系列的作品拆分掉 他就自己去收藏了下来 那随后呢 在1996年的时候 纽约现代博物馆 以1500万的高价 从画廊主手中 把这个作品买了回来 能看得出来 这个画廊主人当时的慧眼图具 Andy Warhol的另一个 波普代表作品呢 就是布里洛肥皂盒 其实呢 我们看到这个形象 以为它是一个纸盒 但其实它并不是 它是故意用一个木箱的材质 去做出了纸盒的这种质感 它在展览当中呢 把这个纸盒随意的罗列起来 就给大家一种 走进Costco啊 仓库的那种感觉 它就是想让你觉得 我的整场展览 就是大众化的 很平凡的一种艺术 1962年呢 其实对于Andy Warhol来讲 是个闪闪发光的一面 那它这一年呢 不仅金宝汤系列 让它名声大噪 它开始呢 也创造了 其他系列的一些作品 例如波普艺术的代表作品 它的可口可乐系列 还有名人系列 神话系列 玛丽莱梦露呢 就是神话系列的 一个代表人物 1962年呢 玛丽莱梦露的 《突然自杀》 包含了一种 神秘性的色彩在里面 这位以性感著称的 美国女明星的 离奇趣事呢 也使Andy Warhol 把她的个人一些情感 融入在后话当中 其实Andy Warhol的 这个私网印刷技术呢 真的是非常打动人心的 它虽然是一种 办机械自动化的一种形式 但是呢 它会让人非常的有印象 无论是从颜色上啊 还是从私网印刷 它的设计上 都让人能一眼看上去 就记住 哦 这个是Andy Warhol的作品 我觉得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其他人再去模仿 也是模仿不出来 他自己个人的特色 只是说模仿了 Andy Warhol的一个创作方式 那同时呢 Andy Warhol在这个时候 也创作了美金系列呀 它的美金系列呢 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系列 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钱是我的时间光阴 钱是我情之所欺 一生呢 其实都用不断的在用 美元这个符号去进行创作 那这一幅作品 一元美金呢 就在2009年的时候 拍到了2亿人民币的一个高价 其实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当中 看展览的时候 都能看到 美金这个符号的作品 在Andy Warhol的整个创作系列当中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 我个人呢也是挺喜欢的 还是用了自己的私网印刷技术的那种模式 然后它不同的层叠层次 它用了不同的颜色去放 它几幅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还是蛮漂亮的 然后呢 它这个作品其实是很直白的表现了 人们对金钱的一种欲望 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对金钱的这种欲望 然后它自己呢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艺术家 它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圣人 它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商业艺术家 它觉得艺术就是应该大众化的 我们每天都会用到这个钱 这个东西 Andy Warhol呢就把一个日常 我们每天都会使用的东西 变成了一个艺术品 我觉得这种形式是蛮特别的 它同时呢 在它的可口可乐系列当中 也延续了这样的方式 那它就说 可口可乐是一个每天大家都会喝的东西 在那个年代嘛 所以最早开始呢 可口可乐是做药出身的 然后后来呢 变成了一种大众化都可以喝的一个饮料 无论你是富豪呀 你是总统呀 还是路边的乞丐 还是普通人 你都消费得起 所以呢 它就把这种大费大众都能消费得起的一种东西 变成了一个艺术品 去不断地复制 不断地印刷 然后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把它挂在家中 它这样的概念呢 就符合了波普艺术 把艺术跟生活联系在一起 随着Andy Warhol的名声大造之后呢 他也为一些社会名流啊 还有明星去做了一组自画像啊 或者肖像系列 在1963年的时候 那比如说我刚刚提过 我们比较熟知的就是玛丽莱蒙鹿系列 还有我们东方的毛泽东系列 然后呢同时也有猫王啊 还有英国女王 1963年美国总统肯内蒂遇刺之后呢 Andy Warhol开始着手以他的余双 来创作了300多幅肖像系列 他们用了一些媒体的画面啊 去进行了一个创作 其实呢就连英国的女王 也是Andy Warhol的重视粉丝 在80年代的中期呢 Andy Warhol着手 开始以最著名的四个女王为主题 创作了一系列的 死网印刷肖像作品 那后来呢 这幅作品也被英国女王收藏 并展出在自己的皇室当中 1964年的时候呢 Andy Warhol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早期作品啊描绘一些消费主义的图像啊转移到了镜物系列 花卉系列当中 虽然花朵呢看起来永远也不会凋零 但他们作为被制造出来的图像明显也指着像大自然所孕育的美式稍纵即逝的花呢也代表着Andy Warhol从死亡灾难主题的图像上巨大的视觉的转变 在这里呢他用更微妙的方式在讲述一切终将逝去同时呢也指向他后来在1976年创作的骷髅头主题绘画中所诠释的虚空派的传统 Andy Warhol呢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创作家 同时呢他也是一位摄影师 然后电影导演 那在1963年的时候他买了人生自己的一个第一台的手提式摄像机 然后开始了他的电影创作 1964年的时候呢他拍摄了第一部电影《帝国大厦》 那整部电影呢全长有485分钟是一部无声的电影 他就对着帝国大厦一直的在记录 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讲可能是一种严实摄影的这种方式 就一直放在那里然后不断的加速 但他并没有 他485分钟都是这样漫长的在播放着 YouTube上可以应该找到这个影片 那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那他其实想表达的就是这种无聊 就是你看这个电影你可能会看不下去 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无聊 但是呢他想表达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无聊的日子重复的日复一日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他还挺酷的 确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着挺多乏味啊 每天都是做饭吃饭上班 然后生活过日子这样的感觉 然后呢他通过一种艺术的表现方式 通过一种不一样的电影的表达方式呢 去拍了一栋建筑物 以这个建筑物呢去影射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还是一个挺有想法的艺术家 在1965年的时候呢 安吉沃和对外宣布你想要暂停画画了 然后呢想要着重的专注于电影啊 还有音乐视野当中 同时呢他也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叫做工厂 这工作室真的是非常有名 是所有的社会名流都会来这里开派对啊 然后举办一些活动啊 整个空间呢就是他一个艺术创作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那他这个地方呢是在纽约的东区 他租来的从1963年年底 然后一直到67年才搬走 那这个工作室的名称叫工厂呢 是因为这个地段本来是一个制茂工厂 然后呢同时也符合安迪沃和的一些创作理念 所以呢安迪沃和把这里就作为工作室啊 开放给身边的朋友啊 还有一些社会名流来进行派对 这个称之为工厂的工作室呢 也给安迪沃和留下了人生不少的美好回忆 也让他呢有很多的灵感啊 在这个工作室当中产生 然后呢自从他宣布放弃画画之后 陈欣创作电影的这几年 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1968年的时候呢 安迪沃和在自己的工作室当中身中三枪 差点就濒临死亡了 那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安迪沃和指导的一个电影的女演员呢 冲进了他的工作室 然后连射了三枪在安迪沃和的身上 原因呢竟然是因为 这个女演员觉得安迪沃和对他的控制过度了 安迪沃和马上就被送到了医院 再进行了五个小时的手术之后呢 终于捡回了自己的一条命 但是呢他一生不得不穿着紧身衣去度过 艺术家呢就是艺术家 通过这件事情呢 他没有受到打击 就是再也不去创作 反而呢他以枪械为主题 成为了他新系列当中的一个作品 他总共创作了素描啊 四网印刷画作和相片有两百多幅 如果你想要知道安迪沃和的一切 那么只看表面就好了 他说我的画和电影还有我 那就是我没有什么表现在后面 我看过一些安迪沃和的采访 哎还是挺酷的一个艺术家 他经常就是一个面无表情的感觉 其实他长得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他讲话的时候 我看过一个经典的视频 他就说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你 他根本就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 其实我觉得他跟小家门一生不一样的一点呢 是从小家庭带来的影响 小家门一生小的时候呢 父母并不支持他的创作嘛 那安迪沃和呢他母亲对他的创作是非常支持的 我觉得这种爱的鼓励还有家人的支持 能够给他一份自信 就是我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呢草间民生其实是有一点点 不自信更唯唯素素的刚开始到了纽约 他是特别的奔放 然后特别的像逃出牢笼的鸟一样 去展现自我的这种艺术方式 但是安迪沃和并不是 他就是在表达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让大众去接受 那你们不接受就是你们的事情 但是我是怎么想表达 我就去表达了 是我的事情 那时间来到了1970年代呢 这个时候安迪沃和着重于 自画像啊抽象画呀 还有一种氧画画 而这个氧画画呢 也是一个比较疯狂的作品 艺术家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呢 是用小便去创作的 自画像系列呢 其实是安迪沃和在1987年 去世之前几个月才开始创作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经典作品呢 他戴上了惊悚的假发 以自己逐渐老去的面容呢 作为最后的创作主题 使用宝丽来照片作为参考 运用了精湛的自网印刷技巧 大胆指示自己有限的生命 在1987年安迪沃和离世了之后呢 他的神话系列呢 也成为了最重要的波普作品 80年代光华平整的美国典型风格呢 也让安迪沃和的表现手法改变了艺术家 根据美国时尚啊潮流啊 还有社会规范的变化 以及自身艺术发展需求而进行的 技术创新和风格的转变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米老鼠系列啊 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动画系列 其实很多现在的艺术家呢 都受到了安迪沃和的商业艺术的影响 像孙上龙啊还有卡尔斯啊 其实都有受到他的一些影响 他呢也是一位在去世30年之后 还是在赚钱的一个艺术家 由于基金会的打理 关于基金会这部分呢 我以后会专门给大家讲解 那他呢在1986年的时候 为福特加创造了一个 绝对沃和尔的一个设计 2014年呢 福特加就与绝对福特加 推出了400万瓶 安迪沃和的限量版 能看出这个艺术家 即便在去世了之后呢 对人们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其实呢很多跨界合作 都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无论是矿威啊 还是优役库啊 还是即便婴儿车 Bogabo也都有他的设计在里面 我个人觉得安迪沃和的里面呢 还有他的人生经历都是非常酷的 安迪沃和的美术馆呢 位于他的老家 宾夕尼亚州在美国 他的整个馆藏是非常的惊人的 从他一开始的手稿系列呀 还有一些小时候的档案啊 还有一些文件呀 都保存在这个美术馆当中 那我还没有机会去看看 等疫情结束之后 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去拍给大家看一看 虽然疫情的原因哪里都去不了 中国北京呢 邮轮司带来了 成为安迪沃和的一个展览 整个展览也是非常的大型 持续到今年的10月中旬 我觉得在北京的朋友 周边的朋友都不要错过 一定要去看一看 整个展览是非常的震撼的 我看了图片 不能去北京的朋友呢 也不要失望 我听说在接下来11月份的时候呢 也会在上海进行展出 到时候呢 我应该可以在现场去拍给大家看一看 安迪沃和呢 是一位非常时尚前卫的艺术家 我们不可否认 但是我真的万万没想到 他去世了这么多年之后 在现如今非常流行的NFT的市场当中呢 他也能够有一席之地 多亏了他的基金会的运作 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前一段时间呢 在6月24号的时候呢 一场NFT的拍卖当中 他的一幅三联化的自画像呢 拍到了1600多万人民币 远的被孙曾宇购买了 那这幅作品呢 不已经有NFT版本 同时时制作品的这三幅画呢 也是包含在这个价格当中的 类似的一个六联化的作品 早年在拍卖上是拍到了2亿人民币 他的整个这个系列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十字画像系列 是他在去世前几个月 慢慢看到自己老去的一个 对生命理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关注我的下一条影片 跟NFT相关的当代艺术的 最近的一些拍卖的总结 然后我会着动地去讲解一些细节 好啦 那关于Andy Warhol呢 我就介绍到这里 其实他的鼎盛时期呢 就是60奶奶70年代 他去世的比较早 年纪58岁就离开了 也是比较突然的 那我觉得他整个一生 都是非常有意义有趣的 也是一个为我挺喜欢的艺术家 因为他讲话是比较直接的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艺术家 然后他作品真的非常的有辨识度 然后他的理念是全新的是自己原创的 然后他作品的颜色 无论是丰富度还是持久 你看的这种耐看的程度 都是非常不错的 价格呢也不是很贵 他的版画原作当然很贵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慢慢地收藏 那接下来呢我也会继续分享 走心画廊系列艺术分享系列 如果你喜欢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